一只可怕的凶猛巨蜥破坏 张开血脂大口 躲在卡车上的人群 一时间摔得人羊马翻 吃饱喝足的巨蜥到处寻找猎物 一个躲在卡车前的男人不幸被巨蜥发现 面对步步紧逼的巨蜥 男人吓得处在原地 不敢送他 巨蜥缓缓地向男人逼近 强装淡定的男人在僵持一步 便使然一笑 然而下一年 男人就这样成为了巨蜥口中美味的事 这一幕吓得一旁的美女目瞪口呆 眼睁睁地看着男人被巨蜥吃掉 很快巨蜥就看到了处在一旁的小美 危急时刻 一个男人及时出现 赶紧拉上下呆的小美转身就跑 可怕的巨蜥眼看到嘴的猎物就要跑 赶紧追了上去 危急时刻 两人跳进了一旁的深坑当中 巨蜥刚想追上去 红乱见状赶紧按下汽车了 巨大的响声瞬间就吸引了巨蜥的手 立马就朝汽车方向奔去 胖子见女人如此不怕死 赶紧出手拦下她 但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巨蜥已经来到汽车旁 完事一圈后 巨蜥并没有发起攻击 等了一会后 依旧没见巨蜥的声音 以为巨蜥走了的量 刚想起身逃跑 突然 巨蜥竟然趴在卡车上呼呼大睡 两人赶紧下车 小心翼翼地往一旁的黑色商务车移动 此时的巨蜥依旧在呼呼大睡 就在胖子以为一切顺利时突然 巨蜥的尾巴砸了下来 好在没有砸中胖子 心惊胆战的胖子转头往后看去 发现巨蜥还在呼呼大射 胖子淘气地补了个烟 然而女人在拉开车门时 却触发了警告 巨大的响声将熟睡的巨蜥吵醒 吃饱喝足后 巨蜥就爬上了附近的戈壁准备休息 没想到刚好看见 忽远处一群人嘻哈的 他们的下场可笑了